好 那我们回到模型 我看要回到模型 我这个捧面刷 好 那这里的话就用食材 我看要我走到这里就用食材刷 好 那这个位置 我看要我这个位置就用食材 那这里的话 我这个位置就用食材 好 这个后者 看要我这里还在往里面 好 这样子 这里的话要刷时候 往里面20刷 好 我看我这个接的就比较牵强了 刷 我应该是 好 降节 刷 降节 降节就稳一点 刷 我应该这样接稳一点 因为看 看下这里大概是70刷 其实 那我们50 60 70都可以 好 因为我这样接的话 我这里是50后 那我们就70吧 好 就这样接 看一下 我这样接的话 那这个就稳一点 刷 你说我们这也是30后的一个食材 刷 30后的一个黄秀石立志面 好 我们看一下 我去到这里有个狮子头 刷 石头 那我们把狮子头 我刚刚要是头的一个最低跟最高的一个 好 我们大概在这个位置 刷 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市头的话 我们就 我们市头的一个 剖面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 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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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的不用那么准 是吧 好 只有画的像猴子似的 是吧 好 大概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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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 我们拉一下 好 这个不要瞅着 然后再再再描一下吧 因为我们画不出这个轮廓的话 起码大概相似 就不要说 我们是本来画狮子的 像画个马似的 这样 那这样就不行了 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应该应该可以了 这样 应该像个狮子头 起码凸个嘴出来 是吧 好 好 嘴也太突了 是吧 好 这个嘴 这个嘴可能大了一点 是吧 好 好 看一下我这里的话 我先这样吧 先这样吧 这个不重要 是吧 我先 好 我先把这个往来往这个水波 好 这个水波去到这个位置 是吧 好 那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 我这里横向的话 我去到这个位置 好 那我水波的话就去到这里 是吧 你怎么水波这个点就去到这里 好 我要考一下我的水景墙 那跟这个水波是一样的 是吧 那我们的话 我就可以用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水景墙的也剖面 好 我跟这个水波是一样的 是吧 好 我看一下我跟这个水波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整个烤过来 好 去到这个位置 是吧 好 去到这个位置 是吧 好 我应该选这里 好 往来往水面比较高 应该是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 是吧 好 那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 我这个 是去到这里 往这个高度 是吧 高度 好 那我这里的话 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是去到这个位置 那就比较扁了 是吧 往这里 我看一下 那我们就不是这样 我们不用这个 我重新画一个吧 那这个水的话还有用 好 那重新画一个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卡过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从这里卡过来 好 也说我们这个位置 我看我这个位置 好 这里的话是去到这里是吧 好 去到这里 好 那我下面这个墩的话是去到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个墩 我看我这个墩 好 这个墩 我就去到这里 好 这个墩的话 我们可以大一点 那我们这个墩的话大概是 好 我把下面这个墩也画出来在平面上 好 好 我看一下这里 这里的话是 好 我看看跟我画就可以 Ready 对 的话我这里大概偏多少刷 好我350 我看一下我这里 170 175 好 我把这个画出来 我看这个圆点 这个圆形点 这个圆形点在这里刷 好 我把这个 好 这个位置我们把圆形点放到这个位置好 那我让我应该是再过来一点 我应该是这样子是吧 好 那这里的话我让我给一个曲线 我应该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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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这个位置 好 去到这个位置 好 那我看我这个圆形点的话 我一直以下 好 应该是去到这里是吧 我刚刚去到这里 那我们半径的话 我还要180左右 175 好 175的半径 那我去到这个位置 好 刚刚去到这里 好 好 那这里的话 我给一个曲线是吧 看一下我给一个曲线 好 那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 对下来 好 就是说是我这个一个宽度 我刚刚我这里的一个宽度 好 那也就说是去到这个位置 是吧 好 也大概这个位置 好 那我这个水波怎么去做是吧 我这个水波 我刚刚要这个水波 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 我这里没多少 只有170 170的话 我这个厚度就比较小了是吧 我还要装水 我这个地方要装水 我这个厚度就比较小 我们看一下我先把这个 好 我先把这个地方把它看一下 这边的话 好 这边是斜的 但我这边是平的 那不一样 我还要这边是平的 就不一样了 好 也说我们先把这个 好 画一个线 然后这里 我们大概偏多少 我们偏个50 好 我们偏大概偏80 因为我这水波有1米这么大 还有我这水面的话只有90 偏60吧 我不要偏那么大 好 你说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去到这个位置刷 60后 往这水波60后 往这里的水面的话有110 好 110的水面 好 我刚才60后的话也不是很厚 好 可以去到50后 往来 我再偏个10 因为我这里有东西顶着刷 好 好 往这里画一下 好 往大概是这样 我看一下 往这里跌水的话 往这水波是这样刷 往这里还有个石头刷装饰 好 那往这里的话 往这里的话是往水面就要这里 好 好 我这个就水面是吧 好 那这里的话 就直接是这样 好 往整块是一个水波 往来往整块是一个水波 好 那这里的话 我看要我这里的话要低那么一点点 是吧 第一个10公分或20公分 我第一个十公分吧 好 第一公分不是十公分 好 那我这里又圆一个角 我看要我圆个10 好 我圆个5 好 我圆个角 我看要我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把它拉一下 好 那一手往这水波的话是这样子 好 我这水波的剖面是吧 我很重要我这水波的剖面 那我这个线就水面线了是吧 133 我这个水面线 我到时候再把它改变波浪线 好 那我看要我这水波的剖面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水波剖面怎么去画是吧 好 好 那我这个狮子头的话就感觉就有点大了 是吧 你感觉是 这个狮子的话 这个嘴太大了 我们把这个嘴改小一点 好 就不会说那么丑 好 那应该好一点是吧 没那么丑是吧 好 那这也要我搜索有点过 我看一下 好 那这也要我自己文签进去是吧 好 我看我下面下面我们还有的是吧 我不会说我下面就没了是吧 好 我看我下面应该是好 好 这样延伸我看一下我应该是 因为我这个位置只是说是画一个 好 没有这个水壁遮住的地方露出来的地方 我下面还有的 我看我这个柱子 我们这里做平他吧 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不要做这样斜的 或者我看一下我还是做这样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一种 我看一下这里的话我大概是 好 这样的也有感觉我看一下 然后看这个是应该是怎么做是吧 好 那这里啊我先确定一个水深 好 好 那我这里啊我里面的话是 马赛克上偏个10 然后再偏个20 好 再偏个20 好 那我这个的话就防水层是吧 我给个虚线 然后现在比是2 好 那我看我这里有个 衣水管是吧 我先放个衣水管 你说我所有东西 我所有水井都要有个衣水管 不然的话我的水满了以后 我没有跟这个管流走 以后我的水可以满上来是吧 好 我这个给个 给个虚线 给个 八号线 好 好 那我这里我水深的话 我一般是这个偏40刷 我所有东西都一样 我所有水井都一样 我所有水井都是一百八刷一百八 我这水井墙 是吧 这个比较特殊 这个是单边线角的 我上面线角的都是一百 好 我看我上面线角的都是一百 我看我上面线角的都是一百 好 好 这些都是单边的刷 好 这是一百六 这个水深 你说我水深的话 我刚刚好去到这个浴水管 下面这个位置刷 好 那这里话我们给个一百三 你说这个是水面 这是水面 好 这是水面 那这样的话我水面的话 好 我水面就去到这个位置刷 好 这水面 那这样的话我水面的话 那我看我水面需要位置 我这个地方要多深泥水 我们最好 因为我这水井不大是吧 不大的话我们就250升吧 我看一下 还是300升 我看我这里 有三米多 三米多的话 我给一个250 250升 好 我这个就是池底刷池底 好看呀 所以我画水井的话 还是 比较简单 那我这个池底的话 我还有我这个怎么接 我这样过来的话呢 比较大了 好 我用个p要线 好 我看一下我这样 我这个蹲是这样 好 好 我这个是这样是吧 这样过来 我看一下这样好看很多 好 这样也有曲线 好 那这个位置的话 我看一下我们是 我这个地面的话我去到这里 好 这边的话我们也是把它剪断 然后看我这个池底刷 池底 我这里有250升的一个水刷 因为我这个水井不是很大 我们也不需要搞那么深刷 好 那我就接回这个我还要把这个打断 我们接回这个 啊 我也一个零度角 有个零度角 接这个 好 我接这里 啊 我自己这里 好 我来我这根就是结构成刷 好 我水井就这样画 比较简单 好 那这里啊 我是食材刷 我来我这里是食材 我这个不对啊 我不用批开装 因为我弧形的话 我批开装 你比较难弧 我看一下 我这个位置有弧形 那下面的批开装的话 我看我这个怎么贴刷 你说我这个弧形的地方 我这个批开装怎么贴刷 比较难贴 所以我一般弧形的话 我都用食材 食材的话 我可以弧形定制 也说我弧形切割 切割上弧形也角度 也说我们这里的食材刷 好 我们平面的剖面是这样的 我看我这里食材是一个三十后 是吧 好 也说我们可以弧形切割 那这样就一块 是吧 好 那这样一块 这样一块 是吧 这样拼 我每个食材都是弧形的 算弧形的 我看我可以切割成这样来拼这个 这里的一个磁壁 但我们批开装的话就不行 是吧 我们批开装都是直的 我们不能是弧的 因为批开装的话 我们不能切割 批开装的话 是一个烧制的 是吧 就像一个磁砖一样 是吧 他有特定的规格 但我们食材的话 我们是规格是任意我们切的 是吧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磁壁 这里就只能用食材 不能用批开装 就这个意思是吧 我批开装肯定要直的 好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看呀 我这个地方食材 我偏个30后 刷绿枝面的上手 那我偏个20后 好 那这个就结构成刷 那我这里的话 这是地面 好 那我这里的话 我这块就60 这个地面的话 这是铺装 我看呀 我跑到这个是铺装 是吧 铺装的话 我看呀 我这个地面的话是一个 20后的一个铺装 然后再30后的一个沙浆刷 然后这是结构 然后再100后的一个滚泥土 然后再100后的一个石粉层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这样画刷 所以我一步步来就是 就是这有20后的一个沙浆是吧 这个结构成就出来了是吧 就这样 好 那我看呀我这里把这个延伸过来 好 应该是这样这样接是吧 好 好 这样接 那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是120后的一个池底刷 我水池的呃 呃 池底的干净粉丝土结构的话一般是120到150 那我这里给一个最小的120 什么也钱吗 啊 因为满在底下了 东西可以省就省刷 好 我这个去到这里 好 那我这个蹲 我看呀我这个蹲就这样 好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里 好 好 这里的话我有个防水是吧 我看一下 我这里有个防水 好 那我看呀我这里的防水的话我偏个20 因为我们的呃 水池币我看呀我水池币一定要 比这个 你说我干净粉丝土一定要比这个水面高是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不然的话我就会漏水 我看呀我这个干净粉丝土去到这个位置 那肯定是比一个水面高是吧 不然的话这个干净粉丝土会从呃 因为干净粉丝土 这个池底的话 我这个干净粉丝土池底的话 也是能防水的是吧 好也是能防水不然的话我们就呃 如果这个不用干净粉丝土的话 你说我们这个水面比干净粉丝土高的话 我这里就可以漏水出来是吧 虽然有防水但我这是二次防水 我这里有个防水层防水啊 我还有个干净粉丝土防水 大个抗生系数的是吧 好所以我们这个位置的话看一下 我有个防水层我就偏个二十 再偏个二十 你说这个是防水层 这个是结构层是吧 好那我防水层做到多高 我看一下我防水层做到水面以上 我看一下我做到这里吧 我做到这里我跟这个一样吧 我防水层做到这里 你说我们的干净粉丝土做到这里 好我看一下我做到这里 你说我们去这边呢是干净粉丝土 那这边的话上面是砖是吧 你说我防水的话是做到这个位置 好那这里的话我就干净粉丝土 好我看一下我结构水层结构就这样一个结构是吧 我看一下这些水影墙是吧 好我看一下我这里我看一下我这里我忘了一个我这里还跌水了是吧 那我跌水的话我这个防水的话我也肯定要放大比这个水面高了是吧 能比这个水面高不然的话我还在防水我看我这里这地方的话我就会漏水什么的是吧 所以我跌水的话我一定要比这个高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再上到这里是吧 我这水面我看我这水面在这里那我们的干净粉丝土再高个100我看我再高个100 好那这里的话我就好那这里的话就OK是吧 我们的干净粉丝土的话去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这里还是装水的是吧装水的 如果这里不做干净粉丝土的话那这个位置的话就 这位置会漏水是吧 我有防水长大也会漏水 好那我这个水波 好我看一下我去到这个位置 好我看我这水波的话我们去到这里我看一下 我应该跟这种水波是一样的 我看我们这种水波是吧 我是坐在里面我整一个是吧 我看我整一个包的水是吧 我看我整一个这样都过来 那我看我这里的话我要改一下 好那这个位置的话 我这个我就不可能这样做是吧 我是拼的是吧 我们不可能整块 好那我看我怎么拼 我们如果在这里拼过去的话就太薄了 我们在这里拼 好我在这里拼 我们这样两块拼是吧 好那这里的话我这里 有五十 那我这里要进去五十 我看一下 那我这个位置 是吧那我这块是食材 好这块是食材 那我这个位置的话我看一下我这里 好要偏个五十 你说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我看一下 跟我这个是一样要偏进去刷偏进去 好我看一下我去到这里 好那这里我看一下我这里是一个食材刷这块是食材 好那我这个的话我看一下我这块是食材刷那我这个的话我这块的话是一个水波 好我水波去到这里 那我看一下我防水层 防水层的话我看一下我能不能都上去 那我这里看一下大概多少 那我这里看一下大概多少 220 那我再放进去 10 然后放进去20 好我看一下我这个防水层的话在20 好我下面做大一点你说我们这个也是用食材是吧好那我们这里我看一下我们这个也是用食材好也说我们这个水波我看样我们这个是整 那我这一些用食材种的 用食材质上这个水波,是吧好 这样一个水波,那这里的话我们都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拼出来的 是吧 你说我们这种外的 好 这个现实黄色,是吧这样拼出来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一个水波我们。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这里有个插销 我先填充完再放插销 我先把这个填充 好 这里的话我看一下能不能合并一下 好 我选不到 我看哪里漏了是吧 我搜索一个轮廓看一下 轮廓也搜索不了 好 我看这地方哪个地方漏了是吧 好 我合并一下 好 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行了 我们点选一下 我们填一个食材刷 好 我看我这个水波 我这个水波 也说我们这个水波从平面上看 好 我看一下 我这水波从平面上看 好 应该是这里 好 应该是 50刷 我应该是这样刷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平面刷 我还要玩这水波的一个平面图 我应该是这个地方好这样一圈刷这样一圈 刷我这样一圈我不是说一个 我不是说一个整个圆上我是半圆半圆的话我这个也是食材 是吧 我不是说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漏水了是吧 因为我是整个只是这样的一个水波的话就会漏水算我这个地方都会漏水 你这个地方会接的不好算我一定要把这个整个整个食材也说我们整个半圆的食材中间挖空一样算我四个币的话我都要是食材好那这样的话我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这里是食材好那这里是食材好这个食指头也是食材是吧好这些都是食材好那这里断好 画一把这好我看一下我这个偷面刷这个偷面就出来刷 慢慢慢慢我们这个偷面就很简单刷我们不会说我们这个偷面有多深啊是吧 这比较简单的一个偷面 好那剩下的我主要是电层刷电层好那电层的话我看一下 我把这个拉过来我刚刚刚好去到这个位置刷 好我这个跌水下来 是吧好那这里的话我看一下这里这里我也是跌水下来我从这个位置我画一个 这个头是头的话画的可能就没那么好看是吧 但勉强用一下是吧 因为我要知道我要知道这个位置是是头就行了 我们不用说画的就比较 我当然画的完美最好是吧但我画不到也没关系是吧 因为是用图嘛 好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把这个水拿一下 好我这里是喷水是吧喷水要这里是漏水下来但我们这个喷水好 我看我这个喷水的话我们可以满足这个碟水是吧 我看我跟这种不一样好我看我把这个我看我把这个变成水就行好 好我建一个块好我看我跌水下来我们喷水过来 好那这个水面是吧我看我再布局先布个图吧我这里 好我一般这是一比十五好这么小是吧 好我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我还要布个背例面 比例面的话我估计一比二十比较悬 这个尺寸不够我看一下我这尺寸不够 好我看一下我这个剖面我看一下这个线形比例够不够是吧好我刚好 然后这里我改一下就不用改尖一点好我看一下我这样 好这个位置的话就跌水下来是吧这是喷水这是碟水 好那这个位置我看一下我这里能不能糊一点 好我还是下吗这个碟水进来好那这里的话我就不用补水管了是吧这我就不用补水管是吧为什么这里不用补水管你我这里喷水下来的话的水够了够叠下来这里了是吧 因为我这个水波的话我也不是很大而且我喷水的话也能满足这个水量我看一下 所以我这里就不要跌水管我这里一般加一个我看一下加个补水加个喷水管就行了 好我们加一二分水管 好我们加一二分水管 好 好 好 因为狮子头这个位置我们喷水刷好那这个位置就不用补水了我这个位置不用补水我看一下我直接这样就ok 好我来我这里喷水下来这里的水量已经够了刷我喷水水量比较大那这样的话我们喷下来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跌下来刷我跟之前这些不一样我跟之前这里不一样这里的话这水量比较少 只要比较少的话我们叠下来的话这个啊水波又比较大刷我这里不够跌下来 好我我我这样这样说吧我看一下如果我们这里的水量全部留在这里刷全部留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再留到这里那这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两个水目我要我这个水不跟这水目 然后利面上看我这两个水目我要利面上看要不可能一样大刷我想一下我这里的水流下来流到这里的话只能是一半刷因为这个比这个大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的水流的比较急那这里的水就流的比较缓是吧那这样的话那这里的话跟这里的话两个水目的话就是呃水目留下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是吧 我这可能几点那流到这里就比较缓所以我这就需要补水我这里要加一个补水要两个都要一样我两个都要那么急是吧流的那么急那这样的话就有种感觉但这里的话这个不不一样 这我们是喷的是吧我这个喷的跟这个叠水不一样是吧我这个可以喷的很急这里流的很缓也可以是吧因为我利面上我们这里不是说我这只是一个水柱是吧我不是说在一个水波这样叠水下来我们只是一个水柱那喷下来的这里的话我这个水慢慢流下来也行是吧我可以观察一下其他水波的一个做法 好把这些全部改成不打一层改成250号色 怎么一定要清楚拿哪里要加补水哪里不用加我这个就不需要补了我们直接留下来留到满就再留下去就行了刷我们不用这样补